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天使刚想说什么 妈妈却走了 委屈的小天使来到云朵龙前 他看着无尽打采的狗狗们 随即打开了所有的铁门 将云朵狗狗们都放了出来 在天空和狗狗们玩起来 两只小狗撞在一起发出闪电 他们相互撕咬着 顷刻间电闪雷鸣 乌云密布 天暗了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会下雷阵雨吗 小天使放出了所有的云朵狗狗 他们相互撕咬电闪雷鸣 正在人间观察汉晴的云木 看到了这一切 飞了过去 小天使挤了出来 我只是不想让他们消失 云木一声召唤 云朵狗狗们全都围了过去 云木很不高兴 你看看大地都汗成什么样了 这次你来降雨吧 看着可怜巴巴的云朵狗狗 小天使极不情愿地拍拍手 大雨倾泻而下 许久后 云朵狗狗们都消失了 小天使伤心地在一旁哭了起来 妈妈跑来安慰道 别伤心了 这只是循环的一部分 你看看下面 只见龟裂的土地上 长出了无数的嫩芽 大地重新焕发生机 一个露水精灵缓缓地走来 他好可爱啊 滑到另一片叶子上 他好像看到了什么 急匆匆地走了过去 你知道露水是怎么形成的吗 一个呆萌呆萌的露水精灵 发现了一滴露水 张开小嘴 吸光了他 这清晨的露水太美味了 酝酿片刻后 他排出了一大滴露水 正当他观察时 又走来一只精灵 直接弯腰吸走了那滴露水 真好喝啊 第一个看看他 悄悄地溜走了 只留下莫名其妙的小精灵 随着太阳的照射 水珠气化飘向高空 越来越多的水气聚集在一起 生成了一只云朵狗狗 他扑到小天使怀中 这一切简直太奇妙了 大自然就是这么的神奇 液态水在太阳光和风的作用下 变成水蒸气 水蒸气越冷 与尘埃结合又变成云朵 最终以雨或雪的形势降下来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是小军 喜欢的别忘了点个关注 点个赞 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哦 我估讨论 打购 不散